在妇幼队警员协助下 小朋友穿上警察制服 骑着警车实际体验成为Police的感觉 为了让学童建立自我保护 遵守交通安全及反诈骗等观念 台北市政府官传播局特别与台北市警察局妇幼队合作 在暑假期间举办小Police闯关体验活动 通过妇幼Police特展及台北探索三大主题区的各式任务关卡 让小朋友了解警察的工作内容 并建立正确法治观念 如何以最简单的方式最精彩的呈现 让民众可以很明确很快速的知道记忆 这些我们活动的主题 然后尤其是小朋友到这边的时候 因为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 所以这些亲子课程能够让家长很容易可以去 帮小朋友解释说我们这个特展的用意是在哪里 然后小朋友可以学习到很多法治上的一些知识 能够融回贯通在他们脑海当中 活动中我们规划了认识毒品 认识诈骗 两性平等以及儿童安全等的关卡活动 藉由家长跟小朋友们一起来闯关 来增加相关的犯罪预防的法治观念 以及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知识 由于今年诈骗案件频传 小Police闯关体验活动也特别规划反诈骗专区 提醒家长和学童注意避免被骗 反诈骗专区上面有很多问答 条例式的问答 能够让小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说 哪一个方面是属于诈骗的 然后这些诈骗的集团所用的这些术语 到底是怎么样 那小朋友从这些魔鬼当中情境当中 就可以很迅速的了解到说 原来大人的世界 他们有些大人讲的话是不对的 是不能轻易去相信的 因为现在几乎小朋友几乎人手一机 不是有手机 不然就是有平板 不管是玩游戏 或者说上网到一些平台 去做聊天的活动 虽然有可能说是幼儿园 或者说国小的小朋友 但是说因为说在网路世界的陌生人 你都不清楚他是什么人 希望说如果说有在参加网路平台中 认识的朋友 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警戒心 这项闯关体验活动 吸引了许多亲子共同参加 有家长特别带小朋友从桃园过来 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他可以透过一些闯关的方式 然后小朋友就是可以再从中学习到很多知识 然后因为现在暑假期间 他们也没有事 我觉得来这边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丰富的知识 我觉得很开心 怎么说 很开心来到这里 可以体验到这个那么好的活动 还有警察眷属全家出动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更深入了解 爸爸工作的内容 因为爸爸是警察 所以从小对警察都特别的有感觉 所以叫警察活动都要穿 对 基本都是 你说以后要当警察吧 是 有 其中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就是穿上警装 骑着缩小般解用机车过交通号制 因为既帅气又能学习到使用的交通规则 有人的时候要停 等人让开的时候我才可以走 然后红灯的时候要停 日灯的时候要走 我有学到飞行车之类的 其实这些我原本就有学到 因为我是国小学生的 活动还邀请到小朋友最爱的儿童台主持人 带着小朋友唱唱跳跳及有奖争达 让现场气氛更加热烈 除了一日限定的小破利市闯关体验活动 在台北探索馆的Super台北破利市特展 将持续展出到9月26号 欢迎民众前来体会台北警察的百变样貌 也为这群守护台北市治安的真英雄加油打气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